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提醒您特别要注意的是饮食安全 现在发生在台中就有这么一所国小 300多位学生集体上吐下泻 并且请假 疑似是发生了诺罗病毒的群聚感染 现在校方已经暂停供应营养午餐进行调查 不过医生也提醒 诺罗病毒是喷洒酒精没有办法消除的 务必要靠勤洗手才能杜绝病毒 诺罗病毒是透过口粪、飞沫和接触传染 传播力超强 主要症状是呕吐、发烧水泻 可能会严重脱水 消毒的方式是用肥皂洗手 用稀释的漂白水消毒环境 不能使用酒精 哪一类的病毒不能用酒精消毒 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肠病毒 诺罗病毒本身也是一样 因为它没有外套膜 所以你用酒精它杀不死 感染处会再度来校复检 如果没有病毒反应 29号学校的厨房就可以再度供餐 大爱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再看是这个孩子让台湾再次走上世界舞台 他是在阿尔巴尼亚参加世界杯举重锦标赛的潘信珍 一口气为台湾夺下了三面金牌 消息传来在高雄老家的爸爸妈妈、姐妹还有教练都欣喜若狂 潘信珍来自一个清寒家庭 爸爸很辛苦地打零工养活全家人 他跟妹妹都是举重选手 虽然练得浑身是伤 但是他们坚持继续练下去 希望能够争取好成绩 就是为了改善家绩 也能够报答父母恩情 深呼吸 奋力一举全国欢呼 16岁小将潘信珍 身高148公分 以抓举73公斤 停举90公斤及总和163公斤 永多世界青少年举重锦标赛 40公斤及青少年组三面金牌 打破全国记录 稍来岳阳电话向家人报喜 宝贝 恭喜你 恭喜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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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动和流泪 他听出成绩来了 替他感动 看我们辛苦他们很伤心 他们的心就是想帮助我们 像郭幸存 他的出路也都蛮好的 都给他鼓励继续加油 像偶像举重女神郭幸存看齐 三姐妹都曾苦练举重 盼望改善家境 13岁的妹妹未来会否在同量级 跟姐姐同台较劲 姐姐有说过我比较高 有可能会升上去 希望我跟二姐都可以踏上奥运电台 谢谢 要痛的时候他脚路也蛮不好的 他就说妈很痛 他有时候躺下岁也蛮痛的 觉得舍不得 妈妈是会说那么辛苦不要练好了 又要整骨 又要针灸 又要推拿 常看医生真的很心酸 很肝嘛 家境贫苦而练举重 但也因此慢慢练出兴趣 一路过关斩将 他是一个蛮坚强的小孩 像他的力量特别差 所以在练力量的时候 我会让他做特别多 哭一哭就去外面 8点洗一洗回来 然后继续练完 首度代表国家出赛 潘兴珍挺住伤痛和压力 未来要向更高难度散事挺进 达安新闻 吴亦轩 郑瑞萍 高雄报道 春天炸暖寒寒 海水还是冰冷的 一百多位洛新雅人冒着生命危险 买了船票要搭船前往印尼 没有想到却在亚齐即将要靠岸的时候 船东把他们通通丢包 一百多人在海中载幅载成 索性印尼政府出面援救 这其中还包含了好几十位是孩童 幸运获救的人当中有五个人 因为身体状况不佳已经送医治疗 上岸之后他们第一件事赶着吃东西 因为在海上漂泊 不知道已经多久没有好好吃一餐饭 这里头有大人小孩 更有七十位是女性 她们都冒着生命危险 希望能够抵达另外一个穆斯林国度 在那里重启他们的新生活 好 也是跟船难有关 这是日本京都相当知名的宝金川 当地有开船游河这样子的一个观光旅游事业 但是今天却发生了船只触礁而翻覆的意外 包含了四名船夫在内 总共有29个人落海 最后是一死一个人失踪 这是在空拍画面看到失事现场 这一艘船已经翻覆在宝金川里头了 这一项观光产业在日本由来已久 向来安全记录也非常的好 但是这一次不明原因的 包含了四名船夫 25名游客 统统在翻船之后 落入在这个河川里头 他们原本要去赏鹰 现在却发生了意外事故 现在还有一个人失踪 正在搜救当中 全球相当不平静 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罢工浪潮 而且是冲击了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先是美国在上周有一个加州的超大学区 发起了教育工作者的罢工 影响了40万名学童的求学权益 而在以色列一连串的罢工 从二月延续到现在 他们抗议的是以色列的司法改革 至于在欧洲呢 法国跟德国相继也有罢工 法国抗议的是退休基因改革制度 德国他们是要求加薪 主要原因就是德国在二月份的通货膨胀 超过了9% 已经超过预期了 很多老百姓的罢工 尤其是运输产业 所以现在攸关的是德国两大机场 法兰克福还有慕尼黑机场 都停摆超过24小时 他们的运量非常的大 超过了桃园机场的二到三倍之多 所以现在很多的旅客是被困在机场 动弹不得 这一波运输业者的罢工 要求加薪10%到12% 但是现在为止 劳资双方还没有达成共识 罢工会不会延长 还有待观察 柏林中央车站一片漆黑空档 跟平常的生气勃勃呈强烈对比 类似的状况 德国最大机场法兰克福 欧洲转运输纽 慕尼黑都看得到 如果我曾经认识 我会不会来到这里 其实我会很惊讶 铺了个空只能苦笑 因为德国拥有250万成员的 服务行业工会 以及有23万成员的铁路 及运输工会 罕见联合罢工 27号 机场 铁路 巴士 甚至港口几乎全面瘫痪 规模之大是数十年之最 德国二月通膨出乎意料来到 9.3% 高于1月的9.2% 也远高于欧元区2月的8.5% 让谈判陷入僵局的两大工会 再也等不下去 直接走上街头 要求加薪12% 以及10.5% 而且不接受资方提议的分两次 更加5% 专家预测将依照惯例达成某种妥协 例如加薪7% 大爱新闻超开闻编译 来看这个受人点滴 永泉以报的故事 这位年轻的男子江先生 专程到了花莲慈悸医院 他被配对成功 要捐出自己的周边血干细胞 原因是他曾经有一个孩子 在一岁多的时候就罹患血液疾病 当初也接受了干细胞的移植 可惜孩子最后还是没有活下来 现在这位江爸爸配对成功 他是怀抱着回馈的心意 希望自己的造血干细胞 能够成功地拯救另外一位患者 看着分离机抽出 自己的周边血干细胞 江先生除了好奇 更是带着感恩的心 手机里面都是四岁儿子的照片 体贴可爱的小孩 却在一次聚会中发现异状 小小年纪不明白疾病是什么 却能乖巧地配合治疗 可惜经过化疗和干细胞移植 还是没有带来好消息 写满记忆的影片还在播放 江先生把心中的思念和不舍 化为对陌生人的祝福 因为自己的也没有成功 当然希望别人也会成功 大爱新闻 刘珍珍 黄文旗 中江坡 花莲报道 全球暖化温度不断地在攀升当中 台湾的产业能够做哪些努力呢 稍后回来封面故事 要带您看中刚 正在进行转身绿化的过程 休息一会儿 三分钟之后回到新闻现场 我喜欢你的与世无争 我爱你的驴衣昂然 如果不是那场火 我会是你最坚强的依靠 如果不是那场火 我会给你最温柔的拥抱 如果不是那场火 如果不是那场火 一堆树子 没有感觉吗 这生效不是我的步履 是冰原孝氏的印记 高温冰墨 我坦诚相见 要是冰原刷 如果冰原融化了 如果海平面上升了 母亲地球的容颜 是否慈爱已久 我是竖琴海豹 我的孩子出生十三天 还不会游泳与米食 因为海冰变得又薄又碎 它们坠入海中就淹死了 那是我怀胎十一个半月的孩子 气候难民 下一个会是你我吗 这幅达威西的话 世人充满揣向 这段达威西的话 世人是否有感 他说 人的确是禽兽之王 他的残暴胜于所有的动物 我们总在生死关头 希望众人集气 给我们勇气与祝福 但是 当他们面临生死关头 谁来为他们集气 欢迎回到大爱新闻 美国各州接连发生了龙捲风 在乔治亚州出现了另类灾情 那就是一阵狂风 把动物园的栅栏都给吹垮了 两头老虎因此而跑出笼子里闲晃 当局一度要求民众待在室内 千万不可以外出 索性不久之后 就平安地发射了麻醉枪 把两头老虎带回笼子里 这是当地的警长办公室 接获消息指出 有两头老虎出闸了 一度相当紧张 还好后来在专业的保育人士 跟兽医的协助之下 两头老虎不到半天 就被捕获并且平安地回到了动物园 好我们再来看南美洲的异常天后形态是在巴西爆发了暴雨土石流 结果就出现了这个巨大的地形地貌改变 这个天坑有500米这么宽 而且它的深度超过了20层楼 在当地的民众也紧急撤离 透过空拍画面看到这个天坑让当地民众相当的惊讶 因为这是在一场暴雨土石流过后就出现的地貌的剧烈改变 当地有很多人因为天坑周围比较危险 所以需要紧急撤离 现在这一场暴雨恐怕还没有停止的迹象 在当地还是要求民众必须要提高警觉 各种天后的异常都会让人们吃足了苦头 所以日前所发布的IPCC联合国政府间的会议报告 就指出我们必须要强力地留住地球升温 不要超过1.5度C 现在的地球升温是1.1度 到了2030年恐怕就会来到1.5度了 当到时候很多海平面以下的城市 或者是比较低洼的地区 包含台湾在内 很多城市恐怕都会增加淹水危机 台湾喊出在2030年的时候 我们的减排目标要达到24% 所以重大的排碳产业就必须要想办法改进 今天我们要关心的是中钢 因为钢铁素来是高污染的产业 生产1公吨的钢 还排出1.8公吨的二氧化碳 中钢就要从原料制成还有回收方面来努力 今天的封面故事 绿钢进行试 我们就看中钢如何化费为精 八九百度高温反复热压制成钢卷 钢铁是高耗能产业 产业龙头中钢2021年总排碳量 2227万吨是全台上市公司排名第二 指数给台速2555万吨 高炉排出的气体中 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各占23% 转炉气中则各占约60%与15% 这些气体是温室效应元凶 却也是化工厂的原料 其实它的产气的过程跟我们中钢 在炼钢炼铁反折气是非常非常像的 传统化工厂使用天然气货煤 产气用一氧化碳来合成甲醇或醋酸等等 为锯脂纤维的原料 而钢化连产利用碳捕捉技术 抓取并纯化一氧化碳 能直接取代化工厂的碳输入 将废气转成商机 我们可以运用像我们林源地区 非常多的石化业者 它可以来join我们这样的一个计划 将来就会集合上游中游跟下游 这边整个的这个低碳的供应链 对石化业者也好 还有我们中钢这边来讲的话 都会互猛击力 钢化连产是中钢迈向近磷碳排的一线生机 全滩首座仙岛工厂 目前一年减碳4900吨 2040年渴望年减碳量达290万吨 排碳大户的减碳行动 早就从废热回收着手 以提升能源效率 达成短期减碳目标 要是在2025年要减少 比2018年要减少7个% 其实也就是要 每年要减掉155万吨的 这个吸烩度的排放量 短中长期减碳行动 近年致力于喷清取代喷煤 钢化连产 使用直接还原铁等等 在这个多使用直接还原铁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们目前也都在积极进行试验中 提高这个废钢的使用量这个部分 都已经有经过我们这个试验的确认 大概已经都可以在2030年达成了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背着排碳原罪 中钢减碳的步伐沉重 但这一步步翻转着减碳危机 大安新闻 陈宜珍 香红树 高雄报道 关心跟健康的议题 很多癌友在治疗过程 难免觉得身体上的体力比较虚弱 或者常常这里酸那里痛的 运动医学中心的运动处方间 可以有效地持续地帮助这些癌症病友 找回自己的肌耐力 很多人因此找回了自信心跟生活品质 因为只要不酸不痛 身体有了力气 那就有了抗癌的力量 肿瘤病有运动会 并有大写伸手 展现训练后的好体能 没有疲惫眷种 口腔癌默奇的陈先生 精神抖擞 我最开始认识他是三年前 那个时候他本来是完全放弃 他不化疗也不电疗也不手术 什么都不做 一度失去求生意志 一口气爆瘦27公斤 对生命毫无恋战 他就是进食也吃不下去 吸收也吸收不好 跟鼻胃管冠石头是一样 只是他是从胃部直接进去 对 所以他们就等于说 他是一个开放性伤口在这边 从放弃到勇敢面对 转捏点是运动带来的身心自在 就受一些化疗放疗之后 他们其实很容易产生肌肉的一个纤维化 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关节 因为长时间不动之后就出现了一些僵硬 另外一个关节特别是伤口 以及整个脖子的地方 一旦他身体不再会有疼痛 不再有伤痛肌心情自然就会好 高功能运动医学中心 替病由量身打造适合的复健运动 提高生活品质 跨专科大规模整合型的运动医学中心 其实并不多 大部分都集中在北部 以云嘉南这个区块来说 大概就只有大延时机医院 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好的资源 做淋巴切除的病人 就会进来了 所以不管他没有患疗 针对患者需求跨科别合作 给出最适切的方案 乳癌患者是治疗大宗 乳癌的病人通常就是做淋巴切除的 他们通常都会有淋巴水肿的问题 他们觉得改善很多 手拉转转打开往上 大部分的乳癌的一个患者 他其实整个肩胛骨到脖子 其实都非常僵硬 伸展你的肩 活动完之后 会教他们做一些做淋巴引流 这个是比较克制化 对我们自己的身体量身定做 不管是一对一或团体课程 专业训练协助病友 找回肾心灵健康 而有许多的长辈或者是肢体 不方便的人 为了增加自己外出的行动力 常常会骑成这种电动代步车 在您心中 它到底是一种辅具 还是一种车辆呢 以往这种辅具 因为它的最高时速只有10公里 所以把它当作是行人 只能够行走在人行道上 但是现在学者修法了 认为他们也应该要当作是一种慢速车 可以行进在慢车道 不知道您认为如何 人潮拥挤市场里 一辆电动代步车 在中间慢速悠游 这是高龄85岁阿嬷 想出门走走的最好伙伴 我站两台去 我好像八道来这样而已 这样来就最快了 我都没了 我坐这样 有方向灯 有喇叭 也有后照镜 车前车尾灯 甚至附上安全带 要求驾驶绑好再上路 整体就像一台车 最高时速达10公里 比行人走路还快 但必须走人行道 他基本上是给身心障碍者 或行动不便者 才使用的一个器具 所以他目前在交通法定上面 是把他认定是一个行人的辅具 必须在人行道上来做使用 那如果没有人行道的话 靠边来做行走 他也是常常会遇到很多 就是走不通的地方 所以就会开到马路上面来 要往前进 那我要刹车的话 我只要放开双手 他就会慢慢杀住 大概没办法急杀 对没有办法急杀 操作的方式呢 并不是说像我们一般机车这样子 他回转也是需要一点空间 速度其实本来就真的没有那么快 所以基本上跟着车 车到底走是非常危险的 整体设计在车子和辅具之间暧昧不清 但可以确定的是 近年来包含骑乘代步车的高龄者行人 伤亡人数攀高 甚至去年交通事故死亡中 长者就占四成多 民间团体认为除了改善行人路选 也应该明确规范快慢车道速限 并把电动代步车纳入慢速车列馆 民间团体建议向荷兰学习 进入入口之后继续分流快慢车道 就不会有大小车整导问题 交通部回应提升行动服具路上安全 会在韩相关单位研议 大约新闻林亦婷 叶宜玲 台北报道 从史前时代繁衍到现在 向来喜欢生活在寒冷地带的他 到底是如何来到台湾的呢 台湾总共有五种山椒鱼 有一位教授花了三十年时间 研究这种国宝鱼 而且为了守护山椒鱼 他宁愿退而不休 休息一会儿三分钟之后 回到新闻现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吉他宣布 只事单单就能扬入虎空 手机模糊也能回头 手机模糊也能担心的追击者 抓住他的脖子 兴高采烈地将他带了回来 我告诉厨子 我的餐食 什么肉都不要了 如果我们虚心承认 人类不是唯一具有个性 不是唯一能体验喜悦悲伤 痛苦绝望的动物 我们就不会高傲地将剥夺动物生命 视为理所当然 我们吃的肉 是恐惧痛苦死亡的结果 我从此不再吃肉 可以跟我做朋友吗 可以带我回家吗 请告诉您的孩子 葡萄长在树上 但香肠不适 我爹 优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气象主播李璧秀陪您聊天气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晚安 明天的降雨更少气温会明显的回升 目前看到台湾的上空呢有一整片的云系 但是因为它的结构比较松散 因此有降雨的地方也都是微弱雨势 那么今天台湾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因此呢北部东北部的天气比较凉 但是明天整个东北季风会减弱 到时候各海面的平均风力也会稍微减弱 而北部东北部的气温就会比今天稍微回升 可以来到25度左右 那么中部东部大约是26到27度 南部的气温稍高预估28到29度 但是各地早晚偏凉还是要注意变化 那么明天各地的天气 北部东部还有马祖呢是有局部短暂雨 其他地方以及澎湖金门是多云道晴 而午后中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 那么到了明天晚上开始 因为有封面将要通过 还有东北季风会再度的增强 因此呢周三晚上到周四 北部东北部有短暂阵雨 中部东部和东南部以及金门澎湖马祖呢 有局部的短暂阵雨 其他地方是多云的天气 那因为这个星期五在下班之后呢 就是清明连续假期了 大家想要了解跨地区的行程要怎么来因应 气象局因此也提供了周五到周字的降雨预报 华南云语区东移 到时候北部东半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 中部呢有零星短暂阵雨 其他地方是多云的天气 整体上来说呢水气的结构松散 雨势不会太大 但是还是建议您要带着雨具 生活follow me想定你要告诉您 明天的气温各地是稳定的回升 但是呢白天和晚上气温温差大 请您适当保暖避免感冒 而北部东北部的观众朋友 在这个礼拜如果要出门的话 最好都是带着雨具 虽然只是短暂雨 雨势也不大 但是需要的时候还是可以保护 那么南部的水库呢 雨水进帐还是相当的少 所以请全民一起来带动节约用水 而春天不管是气温 或者是降雨的变化都很快速 南北差异也很大 要请您每天掌握气象资讯 接着提供给您每天详细的数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医疗是救命的置业 历史今天有三件大事都跟医疗有关 首先是1994年慈济医学院在花莲洞土 专门为后山培育良医的人才 另外在2007年花莲慈济医院则是送骨髓到上海 拯救一位才四岁的血癌小病头 2007年3月28号 花莲慈院取水送上海 抢救四岁男童生命 上海医师跨海来台取水 捐水者的爱心捐水 给了小剑文一个新的生命 小剑文你现在是这个 然后现在大家就是这个大的 在保护你这样 所以不用担心 这个就是妈妈这个是剑文 慈济大家庭的一个喜事 我想每个人来的都抱着一份欢喜 一份祝福 医师和志工接力 将骨髓护送到医院 受水的是年仅四岁的男童 剑文 历经五小时骨髓移植 手术顺利成功 需要待在无菌病房 因为这个阶段 他身体里面的白细胞 什么都没有了 就很容易感染啊 发烧啊 出血啊 这样的情况 爸爸好久没包过 又是有 给他买一个石包给我 我说好 把石包给你 他说我要堵石 南童赋云良好 迅速度过危险期 化海爱的传递 缔造生命奇迹 2006年3月28号 慈激厦门光明行动 代表台湾国教慈激 至上事业基金会 人间有爱才会温暖 慈激与厦门市残疾人联合会 签订慈激光明行动 资助厦门市白内障患者 重见光明 志工过程中 数度造访残联中心 了解患者数前数后情况 许多长辈人生中首次动手术 慈激光明行动 让厦门市共686位白内障患者 双眼复明 重见希望 1992年3月28号 慈激医学院动工典礼 慈激医学院决行动工 行政院长郝伯村 率政府首长丽林 现场关盖云集 在上人和志工各方努力下 成为东部唯一医学院 1994年慈激医学院加入连招 同年10月创校开学 中外来宾近2万人 汇聚在花莲 此际教育职业迈进一大步 首先我要向大家讲的一句话 是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你们无所求的奉献 相信我 不会把你们的钱 用在不当的地方 你们都那么相信我 我唯一的我唯一的可以 保护大家 只有有一点 我还要临近做 我还要打扮做 做定的 让大家可以 做一个 你参加做一个 你没有好好悔 于行医治病 必当安神定治 无欲无求 先发大慈赦明之心 誓愿不就安定之徒 从创办之初 有医学系 三系一所开始 发展到目前 设有九系 寒硕士班 一所 三个博士学位学成 学生两千多人 持续以人为本的 医学教育 培育更多医疗人才 接下来 山蕉鱼来了 系列报道 今天进入到第二集 我们要继续带您认识 这个冰河时期的 上古神兽 它的体积就这么小 在台湾一千到 两千公尺的海拔 有机会看到 它应该是相当幸运的 因为山蕉鱼 喜欢寒冷的漆地 台湾是它在 最南端的漆息地 台湾有这么一位 教授花了三十年时间 带着团队研究山蕉鱼 为了保护国宝山蕉鱼 他选择退而不休 希望能够继续保护 这一群山中的小精灵 花纹的 对 那个就是南湖了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是楚南 是楚南 拿着高仿真的 山蕉鱼玩偶 期待台湾的生态归报 能被更多人看见 余光阳 台湾示范大学 深科系敏玉教授 或许我们可以理解 他是国内的山蕉鱼之父 研究时间超过三十年 我在关渡当志工 那里有很好的手艺的人 帮我做台湾的 山蕉鱼的这个 这种布偶 谈起国内的山蕉鱼研究 不能不提吕光阳 因为在他之前 台湾山蕉鱼的资讯 几乎都来自日本 而促使他发动研究的动机 来自学生的问号 那我要指导学生做研究 我一定要知道 这个东西在哪里 有 然后哪个地方可能 最适合你去设样点 我们与山蕉鱼的相遇 其实是历史上惊人巧合 时光的长流中 宛如一滴水的时间点上 与人类相会 露出他的惊鸿一瞥 台湾算是最难的 纬度的地方 最难纬度的地方 所以在云南那个地方有 那纬度跟台湾差不多 根据早先的文献 认为岛内只有三种 山蕉鱼的特有种 台湾阿里山楚南是山蕉鱼 但吕光阳带领他的团队 有了重大突破 他们发现新的 官物山蕉鱼 及南湖山蕉鱼 成功发表后被国际认可 官物是最低的这样 对 它可以分布到一千多 对南湖的分布的资讯 也不是非常的完整 对不对 但知道南湖的分布 在国内山蕉鱼算是冷门研究 研究资源相对稀缺 它的绅士还有许多未解之名 山蕉鱼生活在潮湿8到15度的环境 国内多半是两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两千类的它会在溪流沉暖 当这些必要条件 遇上暖化跟气候变迁 对它都是威胁 没有积雪 那个溪流的源头 没有泉水或什么 那在那个地方的山蕉鱼 就不容易找到繁殖的地点 退休超过十年 但吕光阳笑着说 有机会 他还是会追着山蕉鱼 满山泡 这位雪树巨博相信 在台湾的高山深处 还有不为人知的山教育故事 等着它去挖掘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 感恩您的参与 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 我是陈竹琪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